堪萨斯州伍德森郡位于美国中心腹地 这里有宽阔的草原和友善的人民 人们喜欢停下来聊会儿天 人们从不锁门,四处有胶囊出没 四分之三的当地人把票投给了川普总统 我认为美国腹地选出了川普 罗德尼·格里瑟尔拥有一千多公顷的玉米和大豆 我觉得这里的人都有常识 城里人缺这个,他们都戴着眼罩 他说农业是功过于求的行业 所以他希望川普总统能够提高美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如果我们毁了美国中心地带 如果我们毁了农业,后果会渗透到整个经济 最终东西海岸的人也会感觉到 农业维持着格里瑟尔所在地区的生机 但也只是一线生机 伍德森郡是堪萨斯州最穷的郡 我小时候,我们有四家农具经销商 三到四家汽车经营商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家里斯蒂尔自打一出生就在同样的草厂劳作 他的儿子们为了工作搬到了周外 他说,草料市场已经枯竭了 玉米也不行了 我们的投入成本跟我们能拿到的价格相比高得吓人 斯蒂尔把希望寄托在川普身上 目前还不错,他惹恼了所有人,这是好兆头 石曹餐馆迎来了西客 这座客人以民主党人为主 他们为其中一位庆贺81岁大寿 维利纳特雷斯勒没有投川普的票 不过他给了川普一些忠告 闭嘴,坐下来听听身边顾问的话 这算是第一步吧 不管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 这些坎萨斯人都有着同样的美国梦 把就业还有利润带回这里的农场 让孩子们返回故乡 美国之音普雷苏地坎萨斯州 伍德森郡报道,有墨语播报 伍德森郡报道,有墨语播报